我们的树林 台东贝南族 祖语下令营7月11号 在花环部落学校正式开始 规划四天三夜的课程 希望让孩子们借由营队参与的过程 体认祖语的重要性 同时激发学习祖语的意愿 希望能够把我们 美丽的美好的丰富的语言 和语言所隐喻的文化 好好的从上一代 传给你们下一代 希望这个文化 这个语言不要中断 今年飞南族祖语下令营 除了规划步入歌谣的学习 还特别邀请部落骑老 教导孩子们制作手工艺品 以及安排参加部落收获祭 希望营造成竞式的祖语环境 提升孩子们及家长族语附赠意识 有序多元的教学方式 不只吸引许多元乡学童参加 同时也获得许多旅外族人的认同与支持 在这里小孩子可以学很多很多 在外地没有 我也很希望说 能够多带旅北的一些小孩子 来参与我们这个发展学校的活动 让孩子有一个寻根之旅 学习自己的文化 让他们自己在成长之中 慢慢对自己的文化有一定的认知跟见解 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竹语迎队共规划夏季 以及冬季两题次 希望提供孩子更多学习竹语的机会 也期待家长们能踊跃参与 陪伴孩子一起快乐学习 袁世勋我们驾驾台湾台东悲难场报道